新加坡的张仪机场今年首季迎来猛爆性复苏 光是2月的出入境和转机客流量就高达535万人次 是首度超越了疫情前水准 那东南亚国家现在也都非常积极在发展观光业 疫情解封之后全球旅游越快速的复苏 东南亚周边各国像是马来西亚还有泰国都在努力的发展观光 而土地比别人少的新加坡努力要透过这个放宽签证 还有名人加持以及锁定高端客群还有口碑行销 成功与他国竞争 新加坡受惠于免签政策 陆克再度要升新加坡最大旅客来源国 带动张仪机场今年首季猛爆性复苏 光是2月抵达处罚和转机客流量就高达535万人次 首度超越疫情前水准 张仪机场作为全球航空枢纽不断扩建 第五航下的建筑工程预计今年招标 2025年动工 2030年预计就能投入运作 除了客流量还得赚大钱 因此新加坡把焦点锁定在了高端游客 同时透过名人加持的观光策略行销 为了刺激他们新加坡努力举办国际会展 以2021年来看当地就举办了超过200场会议活动 吸引将近5万名来自国内外的出席者 无形之中也为新加坡带来可观的观光收益 那么在2019年整个到新加坡的观光客 就高达1911万人 去年6月我刚开始过来的时候 当时有一个国际商标绿色的年会 在新加坡来举办 就有14000人 而举办的会议期间有7天 那么几乎这些人都住在新加坡的高级的酒店 甚至以金沙 甚至说附近的Fullerton 这样的高阶酒店为主 那么金沙酒店一碗就大概48000块台币 新加坡一环接一环的观光决策 成功带动惊人观光效益 在观光产业部分 台湾或许能向新国借进 以上就是环境新闻特派记者 门幼成在新加坡的采访报道 日本65岁以上高龄人口接近三成 进入所谓真正超高龄化社会 长照制度就变得格外重要 许多的长辈抗拒进入这些长照设施 不过现在业者打造出 类似赌场一般的日照中心 以纯娱乐不赌博的方式 让长辈打麻将玩玩小钢猪 刺激大脑思考也能结交朋友 一群人围在牌桌旁 一圈一圈摸牌打麻将 一旁还有小钢猪 和扑克牌桌 乍看之下以为来到赌场 但仔细一看桌上纸钞 全是游戏代币 没想到这里竟然是高龄者的日照中心 走进日本这个长照设施 可以看到有的人打麻将 有的人玩小钢猪 让这些高龄人口不再只是待在家 而是可以出门玩游戏交朋友 我喜欢麻将的事 所以我选择这里 我曾经有这样的经验 但我选择这里 最初有抵抗 现在就迷惑着玩 其他地方也回来了 大家一口同声都说在这里很开心 其实和一般长照设施没两样 一早接送长者来到这 先凉血压检查健康状况 再进行简单的运动 午餐也提供各种菜单可以选择 但最大的不同是 长者们在这里是透过麻将 小钢猪或卡拉OK来交流 业者一边考虑长者的需求 一边修正改善 经历十年时间 在日本全国展开二十多处据点 一方面减少年长者 对长照设施的抗拒 一方面通过打牌 刺激思考 结交朋友 也有助于保持心情愉悦 日本65岁以上高龄人口将近三成 已经进入超高龄化社会 业者打造新形态 尝照服务 除了开创新商机 也能解决高龄化社会面临的课题 关于新闻 17号日本东京采访报道 要来关注到法国总统马克宏 最近他和德国总理萧茲 会面双方认为 应该要容许乌克兰 攻击俄罗斯境内的军事目标 不过美国白宫就重申 华府是不鼓励 供应到乌克兰的武器 用在攻击俄罗斯境内的 那么现在俄罗斯也警告 如果大家这么做 可能就会引起了全球冲突 俄乌战争陷入胶着 西方领袖似乎坐不住了 法国总统马克宏 最近访问德国 拜会德国总理萧茲 开宗明义表示 唯有允许乌克兰 对俄罗斯境内目标 进行源头打击 才能帮助乌克兰防卫国土 肖子也同意马克宏的说法 不过乌军最大援助国 美国依然不愿松口 显然美国与欧洲 针对是否让乌军使用援助武器 进攻产生分歧 而另一方面 北约命书长呼吁成员国 应批准乌克兰 利用西方武器 深入攻击俄罗斯境内目标 对此俄罗斯总统普丁 则警告北约在玩火 最近乌克兰总理 史米加尔抵达捷克首都布拉格 与盟友捷克 荷兰 丹麦等领袖齐聚 讨论加快为乌克兰供应弹药安全 捷克总理费亚拉也表示 目前已为基辅筹得16亿欧元 首批弹药将于6月复运 并预计今年底 可以提供50万枚炮弹 希望可以提振无军士气 怀允新闻吴光诚综合报导 乔扎总统最近动用了否决权 将极具正义的外国代理人法案 退回了国会 不过这项法案的否决 不仅在28号又引起了争辩 还再度触发大规模抗议潮 对此美国国务院也批评 乔治亚执政党的行为 限制了人民的基本自由 在乔治亚国会里 朝野间对瑶标推翻 无党级总统否决 外国代理人法案的讨论 越演越烈 也开始出现了议员动粗的场面 在野党领袖激动陈述为什么应该要退回这项法案时 遭到执政党议员泼水 不过即使施满一身 仍然没办法让执政党 乔治亚之梦党 推翻这项否决 我非常感激 政府的选择 去改变国家的国家的旅程 和乔治亚 去俄罗斯的向上 我们一直有问 他们的想法 但现在很明显 所以所有的衣服都会掉 乔治亚国会若是推翻 总统提出的否决后 等于是宣告外国代理人法案生效 上千名亲欧派民众 在国会外面 期待诉求被听到 他们愤怒抨击 外国代理人法案的规定 心通俄罗斯现行制度 而除了国民反弹外 这项法案不断遭到 欧美各国批评 不只是不符合民意 法案亲俄的立场 也大大打击了 乔治亚进入欧盟的前景 虽然乔治亚之梦党 曾经表示他们有意愿 加入欧盟和北约 但目前必须采取 照为中间的路线 才不会被准入 无恶冲突中 而由于执政党指控 西方资助的非政府组织 试图推动支持LGBT权利的政策 国内也有另一派保守派民众 支持外国代理人法案 华为新闻发言之综合报道 还要来聚焦的是 印度国会下议院的选举 在6月1号准备进行 最后一阶段投票 目前当地非常炎热的高温 不只让投票的选民相当的疲惫 也苦了正在与政府抗争的农民团体 事实上为了要争取农作物最低价格 印度农民团体 他们已经抗议了好几个月 究竟印度大众满不满意 总理莫迪的施政成果 下个月4号 这个选举的结果出路之后 就能够易亏端倪 这场选民超过9.7亿人 号称世界最大规模的 印度国会下议院选举 25日进行第六题次投票 不过在当地炙热高温下 让等待排队投票的民众 看起来相当无奈 所幸投票所志工 在现场提供水和冷饮 给选民在大热天中解渴 事实上这个题次投票 投票的重要性在于 氛围涵盖全国八个省和属地 总计58个选区 包括首都德里的七个选区在内 这次最终选举结果 对明年德里议会选举 具有指标意义 在执政党与在野党 为此激烈竞争之下 部分选民对于现在执政党 印度人民党表达强烈不满 除此之外 还有一群人已经抗争了好几个月 这些在印度旁遮扑省的农民集团体 为了寻求法律保障 和国家对他们的农作物支持 而进行抗议 在二月时他们与政府针对保证农作物 最低价格的谈判就已经破裂 在这样的抗争和混乱之下 下个月一日即将进行最后一梯次投票 选举结果将在六月四日揭晓 届时便能透过选举结果 知晓民众对于总理莫迪执政成果 是否满意 欢迎新闻许明星纵和报道 再来看到西班牙 爱尔兰和挪威 28日正式承认巴勒斯坦为主权国家 那西班牙总理桑杰氏表示 这样的举动是为了让以巴双方 未来达成永久和平 不过以色列对此却是极度不满 立刻召回三个国家的以色列大使 在巴勒斯坦自治政府 所控制的约旦河西岸 升起了西班牙 爱尔兰 挪威和南非国旗 与巴勒斯坦国旗并列 凸显了八国民众对这些国家的支持 十分感激 自从上周西班牙 爱尔兰跟挪威宣布 将会承认巴勒斯坦国家身份后 三国28日同步正式承认 西班牙总理桑杰氏表示 这项决定是为了让以巴达成真正的永久和平 绝非是支持哈马斯的动作 他也表示西班牙承认巴勒斯坦自治政府 违约但和西岸地区和加萨地区的合法统治当局 同时不承认任何1967年后 未经以巴双方同意下国界的变动 因此也是东耶路撒冷为巴勒斯坦首都 目前耶路撒冷城完全被以国占领 同时也被以国视为首都 以国外长28日表示 已经召回以色列住在这三个国家的大使 并抨击西班牙市煽动对犹太人 种族面诀的共犯 而爱尔兰外长在近日表示 他除了看到其他欧洲国家 也在眼拟承认巴国外 欧盟内也开始出现制裁以色列的讨论 欢迎新闻发言之正合报道 立法院在历经四天四夜的马拉松表决大战 昨天28号三读通过了国会改革无法 尽管法案已经三读 但是现在争议还没平息 民进党团表态将申请示线 那行政院长卓荣泰也表示 将已请立法院复议 对此蓝白阵营怒批 根本就是在刻意拖延时间 桥文凶阵通过 重重敲下意识锤 立法院长韩国瑜宣布 历经四天四夜表决大战的国会改革无法 包含总统国情报告常态化 藐视国会罪人事同意权心事 调查权听证权正式三读通过 不过朝野对抗没有落寞 而是开启新战场 我们一定会提示线 而且很快示线都会提出来 我们有自己的时间表 我们现在在加紧脚步 民进党要提示线 那也都是他们的权利 那我们呢 就按照我们的权利 完成了三读的法案 绿营反制国会改革 包括总统不公布法律案 民进党团预计提出示线 行政院长卓榮泰 也以18个字表明立场 宣布行政院将依宪法征收条文 以请立法院复议 行政院其实提复议 也完全只是在拖延时间而已 我不知道卓榮泰院长 跟民主进步党立院党团 是不是讲好了 行政院的复议民进党团是尊重 除了提出复议申请示线 国民党团也分析 绿营反制手段 还有一招就是总统赖清德 不公布法律案 而过往赖清德就曾拒进 台南市议会超过230多天 不公布法律案不无可能 尽管国会改革已经三读通过 但朝野大战才正要开始 欢迎新闻 吴隆宇周晨辉 柯主任台北采访报道 立法院会调登业战 修正立法院职权的行政法草案 在场外呢 民间团体发起了 轻鸟行动遍地开花 在桃园平镇的一处私人巷弄内呢 就被白漆喷上多阻 我藐视国会司法一死等 斗大抗议字样 严重破坏市容 路边万头传动 街道上满满都是人 现场抗议声不断 民众自发上街 手持不调抗议 轻鸟行动遍地开花 群情激愤 桃园也有民众不满 直接当街泼漆 巷弄内的道路上 喷上我藐视国会 司法已死等斗大的抗议字句 附近民众路过都忍不住停下脚步 多看两眼 桃园平镇区和平路的巷弄内 被白漆喷上了标语 但公所表示 虽然被喷漆路段是继承道路 但属于私人土地 公所也无权干涉 因不是公所养护的道路 所以该通道路面喷漆 但没有设置路障 公所无法依市区道路管理条例查报 因为市人土地的一个施舍通路 那公共门离 目前是一个无权警务 经常去干涉 在私有土地上喷漆 要捍卫台湾民主 不过破坏市容的举动 难免引起争议 欢迎新闻陈明艳 张响宇 王悠阳 桃园报导 但您关心现在封面过境 让高雄昨天是下起了倾盆大雨 但没想到这也造成了高雄国际机场 好多地方都漏水 走道上放了好几个纸箱 套上塑胶带来接水 而在出境大庭状况就更严重了 直接拿起了水桶接水 还围起了红楼 让出境的民众直呼 真的太离谱了 走道上好几个纸箱 套上塑胶带排排阵 上面标语注记着五丢垃圾 四个大字 原来是因为天花板漏水漏不停 只能出此下策 我觉得不好看 对啊 如果就是外国人来会觉得说 怎么纸箱放这样子 小孩子的话会比较危险 因为他会跑来跑去嘛 那我们有时候可能会注意不到 那如果说地上有水 他有可能会摔倒 就包括大人的话有可能也会 而来到三楼出境大厅 漏水状况更严重 直接拿起水桶应急 甚至围起了红龙 受到封面影响 高雄28号强降雨 造成高雄国际机场 夺出漏水 天花板秀石问题严重 隔了一天 在机场的天花板 还是可以看到 好几颗水滴摇摇欲坠 启用近三十年的小港航下 漏水问题长达三年 让台湾民众出入境时 每次看到都气愤难平 真的很烂啊 高雄的话一直没有在什么样的扩间 航班也特别少 飞机机票也特别的贵 那南部人就是跟北部人 差距就差那么大 针对高雄地区大雨 造成机场漏水的问题 高雄机场在今年113年 已经编列5800万的预算 要来办理国际航下防水的工程 目前是在办理规划设计作业中 预算编列规划防水工程 881的新航下计划 也正在进行当中 民众只判尽早完工 让国际机场能有国际水准 欢迎新闻林伟凯高雄采访报道 现任院长卓榮泰29号前往 立法院拜会朝野党团 前一天院会刚刚三读通过 国会改革法案 尽管国民党团跟卓榮泰双方 在发言的时候毫不客气 卓榮泰更直接表明立场 就是要对立法院三读的法案 善尽宪政机关的职责 提出复议 如果提出复议会不会担心 朝野奔起加深 会不会担心之后不信任 31号就要到立法院进行 总执询行政院长卓榮泰 依照惯例先到立法院 各党团拜码头 尽管卓葵不断放低姿态 但一开口还是火药未十足 当中条文有部分是对于未来在执行上 是有至爱难行之语 甚至有些部分是跟宪政程序有相关 也希望总院长再思考一下 不要在刚刚就任 就提出对国会的相抗衡的这些做法 面对三读通过的国会改革法案 左荣泰态度强硬丝毫不浪 而根据宪法征修条文规定 立法院三读通过的法案 行政院十天内若认为有至爱难行之处 经过总统何可可以向立法院提起复议 若超过半处立委反对 则复议案不通过将维持原案 若超过半处立委赞成复议案通过 则修法宣告失败 行政院即使提复议 也完全只是在拖延时间而已 我不知道卓荣泰院长跟民主进步党立院党团 是不是讲好了 不过卓荣泰临时行政拜会 行程却只见蓝绿独缺民众党 近11点的时候行政院这边呢有传来 公关处这边有传讯来说 卓荣泰院长希望今天能够到民众党团 来进行拜会 那因为时间上的确是相当的仓促 所以很多的委员们 其实是几乎所有的委员 下午都已经有行程了 是时间仓促还是不愿意相会 祖荣泰的临时拜会行 再让朝野降火飘起 浓浓烟小味 欢迎新闻 王秋冬 周晓慧 柯主任台北采访报道 国会改革法案28日才通过 立法院蓝白党团立即宣布下阶段共识 就是要废除监察院 除了重申赖庆德过去任职台南市长时的言主张 更直言民进党根本是双标党 不过国民党过去长期主张武权分立 面对废除监察院话题再起 党团党中央意见分歧 立法院三读通过国会改革法案 蓝白叶随即宣布下阶段共识 就是废除监察院 更直指赖清德任台南市长遭弹劾 不就大力主张废监吗 有对我做出处罚的话 那当然我会去打宪保官司 主要是去厘清监察院的职权 不容许他违法扩权 找出过去的赖清德 呼吁绿营一起来废监察院 不过蓝营也出现党团党中央不同调 这五权分立是向来 这是我们的主张 所以我想我们会进一步的 做更多的讨论 但是监察院在民进党主政之下 确实没有功能 蓝营还在找共识 民众党立场倒是很明确 要非监察院朝野必须有共识 因为涉及修宪其实门槛不算低 以目前立法院113席来说 要先有28席立委提议 四分之三立委也就是85人出席 其中四分之三同意也就是64席同意 等于朝野三党都有支持 之后公告半年交付公民投票 还要获得选举人总额半数同意 才能闯关成功 受限难度高在朝野对立下 恐怕废除监察院 还是不可能的任务 欢迎新闻 欢迎订阅海装平台台北产报道 党政焦点来看到 国会改革法案昨天晚间三读通过 最大的功臣之一 就是主持议事的院长韩国瑜 面对朝野争议不断 民进党立委丢垃圾 设止飞机干扰议事等手段进出 不过韩国瑜还是挺住压力 连散会前还提醒委员 施政总直询要穿正式服装 凌晨也在脸书发文土漏心声 强调会继续加油 大方上前跟美国众议院 外交委员会主席麦考尔握手寒暄 前一天接近午夜 终于完成国会改革法案三读 韩国瑜放下心中大石块 展现独有的韩式游某 我们现在天气太热了 这个秃头怕太阳晒 我们就往餐厅走好不好 法案三读通过 当下民进党立委再出招朝主席台 猛溜垃圾垃圾满天飞 朝野对抗之下 韩国瑜依然挺住压力 让国会改革法案顺利三读 直到散会前还不忘提醒大家注意形象 施政总质询 敬请所有的委员注意服装仪容 不要再穿牛仔裤球鞋 即使高级餐厅都不准这样子一个穿着 另外还有十一分钟 我们今天辛苦的寿星吴思尧的生日即将过去 我们最后用掌声来祝福他这次大寿 院长可以问一下 为什么会希望礼拜五的时候 未来大家都穿西装吗 当天晚上韩国瑜在脸书发表 心情表示辛苦大家了 沉淀准备继续加油 获得三万人点赞 韩粉以及党内立委也纷纷留言相听 即便是没有争议的法条 这个民进党也要表决八次 让院长要重复的练这些这个字数 我在昨天站看 我觉得真的是很辛苦 我昨天还跟他开玩笑说 会不会睡觉也再重复练这些东西 大都不管这种小的管道立法委员的穿着 韩院长应该是让整个意识的 让他更顺畅 保持整个意识中立 国会改革法案朝野斗法 将近三周六十五岁的韩国瑜 每场站好站满维持议会秩序 协调朝野 国会改革三独通过 韩国瑜是最大的隐形工程 欢迎新闻 陈彦凯 专品达台北采访报道 艺人郭书遥以清新甜美形象 跨足歌舞和演示圈 但是最近遭报 激欠豪宅管理费和包裹签收不领取 让包裹是占据了整个社区大厅等恶灵行径 形象大受打击 郭书遥是先在网络发文道歉 今天首次公开出席活动也哽咽说抱歉 但对于细节不愿意多说 只说将来会言以律己 身穿亮局色套装 艺人郭书遥出席高中街舞大赛 舞台上载歌载舞 而这也是他遭报恶灵行径后 首次公开露面 因为我自己个人的生活习惯 然后我没有把生活上的事物处理好 然后造成了这些困扰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抱歉 青山火线再次诚意道歉 艺人郭书遥日前被爆出 管理费未缴 以及包括只签收不领取的恶灵行径 形象大翻车也引发踏伐 管理费虽然已经缴清 但监视器拍下他抽取私会管委会公告 也让他形象大伤 面对争议郭书遥不断道歉 只希望风暴赶快过去 但遗忘的甜美正面形象 恐怕已经受到影响 换新闻 陈世雄西爱纯台北采访报道 大巨蛋商场明天开幕 打破百货既有的营业时间 从早上七点半到凌晨 不论是要吃早午餐还是宵夜都能满足 肉糊糊拉面端上桌夹起叉烧肉 配上浓郁腿骨汤头好满足 你没看错拉面店也有八台区 另一头夹起酥脆炸鸡沾辣酱 还有韩纵包红美食起司面包虾 仿佛一秒飞到收尾 半夜两点宵夜场也能吃得到 在我背后呢 大巨蛋的外侧一整排都是餐厅 全台北最大的购物商场 5月30号即将开幕 吸引球迷来吃美食 吃完日式韩式料理 还能踏入鸡舱吃烧肉 啤酒餐厅边看球赛边吃美食 大巨蛋做满可以达4万人 瞄准赛后夜经济 业者期待商机 但没有球赛和表演时会有人潮吗 这一区都还是一个算是新的园区 平日会有可能针对附近的上班族 有一些比较优惠的 例如说五间限定的套餐之类的方式 那其实这边我们是都蛮乐观 还蛮看好在整个大巨蛋商圈的商机 所以在平日部分我们会推出一些 比较限定的餐点 它特别是在我们的平日的晚上 甚至宵夜时段也会推出限定的商品 以这间还是餐厅为例 6月份前两周假日定位9成慢 平日则是6到7成 未来除了门票求一等特殊活动 可能还会针对平日来设计折扣 吸引客人 民众也很期待 影响很大吧 价位合理 然后东西可口的话 应该就可以吸引这边商办的人 不会 要等旁边百货公司盖好 可能才会比较愿意过来 优乐地缘优势 大巨蛋商场 能不能打造出新的夜间商圈 就看民众买不买单 怀远新闻林福和黄轩轩 台北采访报导 最近天气多变化 当心免疫力下降病毒找上门了 肺炎链球菌感染确诊数有上升趋势 因此卫福部也宣布 短期开放50到64岁的民众 公费接种 一直到库存用完为止 另外也有生计公司和医院 共同研究发表新药 能够有效抑制新冠病毒 肠病毒 甚至是俗称皮蛇的 带状泡疹病毒等八大病毒 负面过境 气温忽冷忽热 一不小心免疫力下降 出现发烧 咳嗽 气喘的症状 当心是肺炎链球菌找上门 肺炎链球菌目前来说 还是一个肺炎的 一个社区型肺炎的 一个主要感染细菌来源 清晰性肺炎链球菌感染正确诊数 在2023年底有上升趋势 感染案例闯三年新高 累计共274例 卫福部自5月28日 扩大公费疫苗施打 短期开放50至64岁民众 提供给从未接种者 或是曾接种 与前一季间隔至少一年 高风险对象则间隔至少八周 中重症保护力高达75% 700多块 现在有政府补助了 就可以省下这700多块的钱 当然还是鼓励民众 如果你有相关的一些慢性病 或危险因子 都可以去施打这个药 另一方面新型冠状病毒 肠病毒侵袭一波又一波 有生气公司和医院 共同研究发表新药 指出藻蛋白对新型冠状病毒 肠病毒甚至是俗称皮蛇的 带状包疹病毒等伐大病毒 可有效缩短病程 舒缓病症不适 我们就收集这些这样的一些感染者 然后看他使用这些保健食品 然后在他生病的期间 希望能够让他这个病程能够尽快缩短 然后症状赶快缓解 目前看起来效果是正向的 是有帮忙的 而且还蛮安全的 要有效对抗重症 卫福部呼吁民众积极接种疫苗 一切也与时俱进 开发新药 降低病毒入侵 伪害的几率 欢迎新闻科贯成 王悠阳台北报导 夏季是联雾盛产的季节 香甜可口 但您有听过白联雾吗 就在台南 新市曾经是白联雾的盛产地 最贵的时候 一台金喊到了600块钱 但因为最近几年南科发展 农民的人里也外移了 全区的老白联雾数 从500科减少到现在 只剩下38科 皮色乳白带翠绿 个头玲珑小巧 在阳光下晶莹剔透 宛如一串小铃铛 这是台南新市区 特有的白联雾 口感略为酸涩 但特别回甘 对在地居民来说 是不可替代的滋味 白联雾就是有一种 酸酸 那个色色的味道 很独特 不一样 外面吃不到 金大概 200 250 300 400都有 白联雾树在台南新市 有家树的称号 据说是在17世纪 由荷兰人引进台湾 开始栽种 67年前 新市的白联雾树超过500科 年产量达1.5万台金 还有一台金 卖到600元的添加记录 但近年来 因为南科开发 种植的农民也越来越少 白联雾树出现存亡危机 原来一开始调查有上百科的老树 现在剩38科 是要卖的很贵 也没人敢买 也是一种长鲜而已 你如果说叫它说卖的很便宜 它又不够本钱 所以我们的白联雾量 真的越来越少 它比较困难 我们刚才 这个白联雾树拆收的旗舰 刚才都一定会分到 村屋 米屋 红苔 当地下水涨船高 有民众出售土地 不适合老树被砍 也会将白联雾树捐给公所 目前全新化 只剩下38科 怎么富裕保持在地记忆 当地民众以及相关单位 将持续推广宣传 来解决难题 华语新闻 陈妍卫张响与王悠阳 台南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 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转握全球时事 与最新趋势